一亿九千万 一亿九千万 还有没有加加的 一亿九千万一次 一亿九千万两次 一亿九千万 两亿 两个亿 两亿 今天竞票的三号地 原宏庆基业场地块 现在标价两亿元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万一次 一亿三千万 一亿三千万一次 一亿三千万两次 还有加价的吗 一亿四千万 六号买家 把价格报到了 一亿四千万 还有加价的吗 好 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还有没有想加价的 一亿五千万一次 好 一亿六千万 一亿六千万 有没有想加价的 一亿六千万一次 一亿六千万两次 好 一亿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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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亿七千万突破 两亿元新高 还有没想加价的朋友 一亿七千万 一亿七千万 一亿七千万两次 好 一亿八千万 好 一亿八千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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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一亿想加价 一亿八千万一次 一亿八千万两次 不好意思 我申请暂停 同意 关聋 我申请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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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亿九千万 一亿九千万 还有没有加价的 一亿九千万一次 一亿九千万两次 一亿九千万 两亿 两个亿 两亿 今天进不到的三号地 原红旗机械厂地块 现在标价两亿元 还有没有加价的 两亿元一次 两亿元两次 两亿元两次 两亿元三次 今天的定义王归宿 六号永新地产 恭喜 雯先生 好 好好好 好 谢谢 天明 你为什么擅自主张 放弃举牌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江总 董事会通过的竞标方案 是一亿八千万 但永新抢先 叫到这个价的时候 我已经按照 您现场的指令 把价加高了一千万 但我真的没想到 永新竟然会 叫到两个亿 两亿又怎么样 我不是说 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把这块 你给拿着干吗 江总 永新不顾市值 把地价抬高到两个亿 这样做已经是 完全不合理的 这个 江总 田明刚才在竞标报告里头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政府的规划 要在这块地的周围建造机场 这样我们的楼层高度 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开发价值 那可就大打折扣了 地质专家也说了 这块地的地质构造复杂 建筑成本 会远高于普通地块 综合这些因素 这块地的底价 超过一亿八千万 就已经不具备开发价值了 更别说永新已经把价格抬到了两亿 是啊 天明主动地放弃 是明智的表情 这个地质价格多出两三千万 对于我们甚至来说 这 这算什么 这算什么 我们再从其他方面把它给消化回来 不就成了 您所指的消化 无非就是把成本 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 但是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 很长时间都不会变的 增加成本会影响楼宇的销售量 这样做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什么市场规律 用不着你来跟我说 陈天明 你现在给我想办法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一定要从永新手里 把这块土地给我卖回来 那蒋总 请您明确地告诉我 您愿意花多少钱把地买回来 不惜代价 蒋总 你可一定要三次啊 董事长 能告诉大家您这么做的理由吗 大家对于这块地皮的价格 这认知都是在一亿八千万 但是 那只是在政府申报机场成功之后啊 那万一失败怎么办 那块土地它的价值就在四亿以上 假如 破松一样 冒险可以 但是可能有赌徒的心理 对 我就是要赌 我蒋大为 要是没那年胆识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的盛事了 那边 我现在已甚至董事长命令你 你就照我的方法去做 拜拜 妈 妈 情况怎么样了 天明来电话了 说那边董事会已经开完了 蒋大为要天明跟我们谈判 无论花多高的价格 都要把那块地皮给夺回去 太好了 看来安静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 一切进展顺利 是啊 只要是安静拿到属于她的那五千万 那她就可以帮许莫轩实现心愿了 看来啊 在安静的心里 终究还是许莫轩最重要 妈 只怕颂扬也是这个心思 我就怕你跟宋阳结了婚之后 你会变得一厢情愿 佳佳 你爱天明 也爱了八年 他对你也没有产生过真的感情 你不是依然爱他吗 可是我现在不是都已经放弃了吗 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我跟宋阳 也算是八年实时夫妻了 我真的离不开他了 佳佳 我现在这个年龄 已经没有经历再和别的男人 产生一段新的感情了 我知道 妈 你甚至可以没有我 但是都不能失去宋阳 你 你先听我说 如果我跟你说 当天伤害我的凶手 就是宋阳 你还会这么一无反顾地 要跟他在一起吗 要全都没有 拿 Geoff 假的 江总 今天怎么有空来照顾我生意啊 们还有事录我这儿 屿上来看看你 听天明说你生意越做越好啊 陈南陈每个开的一家 恭喜你 我这点小生意 跟您的圣事集团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对这个个人的架子来说了 那都一样 对了 翔总 我听天明说 您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 去买下一块地 想他在社会这一肚子气 千交代万交代 叫他一定要把那块地给拿到手 竟然违背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 心里在想什么 虽然我不懂什么商业运作吧 但是我觉得天明也没错 您那样决定的话 风险太大了 不是风险的问题 但是 但是 我对 我对一个死者 一个承诺的信仇 承诺 您能说得再明白一点吗 那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算了 别提了 蒋总 我觉得 您跟天明是缺乏交流 您应该跟他好好谈一谈 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田天君 给我个叉子吧 好 您快点走啊 您快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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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人家回来 您快 你别不动从哪里人在你 你别不动 您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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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你快点 让开 让开 妈 宋阳她就算不是故意伤害我的 但是她有意让安静被黑光的是一定的 如果当时不是安宁独自一个人坐了这三年牢 那坐牢的人就是安静 宋阳她连她自己最爱的女人都能出卖 她是一个多可怕的男人啊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没有说出真相 继续说啥呢 都是因为我想要留住天明 太佳 你真的是个傻孩子 这时天明 放弃你去跟别的姑娘在一起 她是天底下最傻的男人 她傻 我不能再跟她一直杀下去了 我爱了天明 整整十年 她始终都没有爱上我 她始终都没有爱上我 我觉得我的幸福不能断送在一个 从来都没有爱过我的男人身上 所以我放弃了天明 妈 我都能放弃天明 难道你就不能放弃宋阳吗 妈 妈 你就别再犹豫了 其实宋阳她早就为了离开你 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她这些年一直都从永心挖钱 中饱私囊 而且她还暗中 搜集了你很多犯罪的证据 你说的都是真的 她 要不是因为她手里握着你的把柄 我早就去告发她了 我今天跟你说 就是想让你自己做个决定 妈 你醒醒吧 行不行啊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得 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蒋总 怎么样 谈得怎么样 张总不在 她让宋阳跟我谈 他们一开口 要四个亿 四亿 我看他们想钱想风了 他们还说 少一分钱都不行 奇怪了 他们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底价 蒋总 我没听错吧 宁愿花四个亿去买一块 连两亿都不值的地 对 我跟她赌的就是 政府申报机场不能成功 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块地它不止价值四亿 而且还更有商长的空间 但我相信董事会 他们不会同意您这样疯狂的举动的 是啊 在谁看来 这都是一个疯狂的举动 所以我有预感 我将面临的压力 蒋总 您明明知道 您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那您为什么还要 你先别说这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